大家好 歡迎收看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我們的節目 最近這個美中台三方在做一些角力 特別是美中的經貿大戰 從整個疫情開始延燒到現在 看起來這個都還沒有止步的一個狀況 甚至開始有加碼的演出 到底大家只是為了選舉 這個激情的操作 還是這真的有可能不小心會擦槍走火 但每次我們大概談到了 這個美中這過程的角力 大家會說這是台灣的機會 的確這段期間 台灣在國際的能見度的曝光 突然變非常的高 但某種程度大家提醒 你不要樂己深悲 台灣不要做錯誤的判斷 必須要很小心 謹慎來做一些應對 當然大家第一個問的問題 當然都會提到就是說 美中這角力到底會不會讓台灣 受到牽連 到底中國會不會真的來打台灣 這個議題我們當然今天就很開心 邀請到我們台大的榮譽教授 也是我們透視中國的高級研究員 我們明居正教授 明老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老師 大家就說過 中共現在在台灣的這個兩端 當然這兩端當然不是在台灣的頭尾 就廣義上來講 在整個我們談到東海 南海的部分 就開始來做這些所謂軍事的演習 而且是實彈 大家就說 哇 這很恐怖 我的有些朋友的群組還說 趕快練身體 意思是說到底有沒有這麼嚴重的狀況 老師 真的嗎 這個部分有可能會發生嗎 老師怎麼看待 我先把結論說出來 小的摩擦恐怕會有 但是全面打擊不會有 大家不用太擔心 而練身體你不是存錢比較快 你現在可能會碰到這個股票 和房價的下跌 我先回來談一下 我對這個問題的基本觀察 其實有關注到我過去的節目的一些朋友 大家還記得有一句話 我說大概這段時間 尤其是川普上台後 這個情況變得更加明顯 我說美中台的關係應該是這樣子 台灣大概不完全是核心 核心是美中之間的角力 台灣不過是一個戰場 但台灣卻是美中角力的主戰場之一 因為是主戰場的 所以美中雙方都會拿台灣當籌碼 那麼中共拿台灣當籌碼 去對付美國的方式 就是我去打台灣 去欺負台灣 去霸凌台灣 然後美國拿台灣當籌碼 去對付中共的手法 就是我送他東西 然後跟他簽什麼 訂什麼法律 然後賣武器給他 然後在各方面支持他等等 所以我那時候講 我說 如果用幾句話形象的 來勾勒台灣這些年 尤其近幾年的處境 應該這樣子 台灣被兩大國拿來當籌碼 雙方你拿來打他 他拿來打他 什麼等等 台灣處境是空前難受 但是空前安全 當然我也看到你剛剛說的新聞 說什麼在台灣頭 台灣尾 在南北兩側同時進行軍演 我們先不說軍演的那距離 也說台灣多遠什麼等等 我講幾點 第一 台灣的朋友要想得很清楚 不應該高估中共的實力 我不是說中共軍事實力一無可取 大家不要把我話 推到另外幾段去 我只是說他實力沒有大到那個地步 中共是 他的兵力數字很大 但是他是不是有這麼強的戰力呢 這個還在這個未定之天 更何況現在我們先講了 是信息時代的戰爭 我們不是講的一戰跟二戰 那個那種這個層次戰爭 簡單說就是現在我們打仗呢 用電腦 用3C 用衛星什麼等等呢 都已經是非常普遍 中共的北斗衛星現在 剛才打上去的剛剛滿額 是不是就能夠投入作戰呢 那還需要很長的整合時間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中共大概在前幾年開始 進行這個叫做軍事事務革命 翻成白話就是把電腦跟衛星 這些連線什麼等等網路 全面應用到戰爭上來 美國搞這個搞了多久呢 快30年 是 美國從1990年代初期去打伊拉克那一次 就已經用到這種打法 那一次才讓大家驚醒說 美國打的是下一個時代的戰爭 所以中共在2011幾年 才開始往那方向走 晚了大概快20年左右 所以中共的軍事事務革命 現在基本上還在論證階段 然後還在組裝階段 然後現在正開始在進行演習 你現在來打仗坦白說是非常危險的 不要說跟美國打仗 跟台灣打仗它都有危險 大家不相信我們往後看就好了 我這樣不是說我們硬打了贏 中共一定會打輸 應該這樣講 中共如果使用核子武器 那我們沒有勝算 沒有話說的 但是如果中共想要相對比較傳統的 大規模登島作戰 它實力未必足夠 你光看它運輸的能量 後勤補給的能量 跟我們的打擊能量 你就曉得它不一定能做到這事情 所以它現在所說的這個什麼 南北兩側演習 準確地說就是恐嚇台灣比較多 然後這個表態比較多 然後實質比較少 第一個我想回答它 是 第二個我想回答就是 大家比較低估了台灣的軍事實力 這幾十年來 因為中共逐步滲透台灣的這個傳媒 所以給大家自造的印象說 第一 台灣很糟糕 台灣很亂 第二 台灣是這個多黨亂政 然後互相這個黨派之間相爭 所以沒有效率 我們一黨專政 你看非常有效率 他經常舉例子就是 我們蓋鐵路 蓋公路 蓋高鐵 你看比你們台灣有效得多 然後再來你看我們防疫什麼 比你們台灣有效得多什麼的 所以經常吹這東西 同時說台灣現在經濟很差了 台灣經濟下滑了 政治混亂了 軍事也一塌糊塗 給人印象就是台灣越來越糟糕 完全不是中共對手 你等著被統一就好了 而台灣有很多人 一方面就是他打不過民進黨 所以想拉著共產黨去打民進黨 這是一個很不聰明的做法 我常常講說藍營朋友要選舉 不需要靠中共 你其實可以打得贏 你只要找對方向 你打得贏的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就是台灣的軍事實力 沒有他們宣傳那麼差 台灣的飛彈部隊是夠精銳的 大家不要忘記這事情 台灣的飛彈是直接可以打上海 然後打到這一圈就是 大概差不多1000到1100公里的 這個半徑範圍之內 台灣是打得到的 我現在說是飛彈 如果用無人機的話 我們可以一次可以打到北京 然後這一圈用無人機 帶高爆藥或帶這個 帶什麼其他的武器 是可以打到這一圈的 所以不要以為台灣實力很弱 第三 大家不要忘記 台灣的空軍暫時非常突出 從對日本做這來說 中華民國空軍就很強 到了台灣之後 我們對這個大陸對中共空軍 30級比起 是一個零頭數的 大概是10倍到11倍 當然今天中共空軍不是無下安盟 但是中共空軍的實戰經驗非常弱 我們還幫過很多國家訓練過空軍 我們還幫一些中共國家打過空戰 所以不要以為台灣這麼弱 所以在這方面的中共 跟台灣是有一定差距的 但是我再說一次 台灣不是因為這樣就高枕無憂 我們真的要提防的是一個 斬首行動和斬首作戰 斬首的部分就直接針對 直接針對人手的部分 這大概也包含可能暗殺的 相關的行動 老實講 因為台灣在這一塊 內部的一個討論 都一直會提到說 我們有時候真的沒有優換醫師 跟敵我不分 過往在台灣有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元首的坐車 到底要不要交通管制 你看 擾民 怎麼這個總統多大 不是要我們的公僕嗎 事實上如果從這角度來看 行進間當然還是比 你會停滯一段時間 等那個紅燈的秒數 來得被襲擊的部分 來得嚴重 所以台灣過往連這東西都在吵說 不應該給總統這樣一個禮遇 他該停紅燈就跟著在停紅燈 可是顯然啦 這部分如果看起來 如果老師剛剛提到的 這個真的不能不提防 當然有人說 現在這個美英兩國密切的合作 美國他也奉行開始這個英國的 過往這個所謂的帝國主義戰略 美國會不會跟英國最後 又走向另外一種 剛剛聽起來的 就打敗了一個獨裁的政權 會不會另外又產出一個 我們會更擔憂的 這樣的一個體制呢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 回到剛剛你講說 那敵我意思 有點我很同意的就是 台灣社會現在的確是有點敵我不分 我再說一次 我跟藍營朋友講 我說綠營不是你們敵人 綠營是你們的對手 我跟綠營朋友講說 藍營不是你們敵人 藍營是你們對手 藍營彼此是憲政內的對手 但誰是敵人呢 紅是敵人 紅才是藍綠的共同敵人 所以藍綠是憲政內的對手 紅營是憲政外的敵人 這裡我們得分得非常清楚 那麼就回到你剛剛講說價值觀的問題 價值觀的問題也決定了今天 國際上社會開始逐漸壁壘分明 你剛才提到說有人問到 美英現在不是逐步合作 然後美國現在看起來在模仿 英國當年的帝國主義政策 是 是有點像 這點我是基本同意的 但是我們也常常講說 我們研究國際關係的人常常說 國際社會是一個無政府的叢林狀態 當然說怎麼會無政府呢 有100多個政府 恰恰就是因為有100多 200個政府 之上沒有一個單一的政府 所以大家各自為政 當大家各自為政的時候 他其實是沒有政府的狀態 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生存 安全 發展 而負責而奮鬥 所以小國的寶藏在哪裡呢 小國的寶藏在說 第一 我實力堅強 然後第二就是你說內部有共識 很強的共識 然後世界很高 可以對抗外敵 小國同時還要能夠看見 國際局勢的變化 審時度是決定說 我站在什麼地方 對我最安全 好 我們都曉得說 世界強國會變帝國主義 對 美國今天彷彿在重行了 英國當年的帝國主義政策 這都是同意的 我完全同意 可是今天的美國帝國主義 跟英國當年帝國主義 還是有一點點差別 當年的帝國主義會亂殺人 會屠殺 今天的帝國主義不太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人的價值觀改變了 除非中共 第二 過去帝國主義賣鴉片給我們抽 今天帝國主義要我們吃不太好的牛肉 就是這樣子 或美豬或美牛 我不是說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我是說今天的美國帝國主義 跟當年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人的價值觀的改變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如果美國是抄襲英國帝國主義的固執 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今天的國力遠遠超過當年的英國 英國當年要到什麼地方打仗 當然它可以航行全球 可以派軍隊 可是當時從英國這個開船開到亞洲來 可能要跑3個多月 來這邊你要休息半天 然後你要不確定不染病 你要淡水都足夠什麼的 你才上來打仗 今天這些強國我們用術語來說 叫做投射權力或投射國力 今天投射國力的工序多了多 除了航空母艦艦隊之外 其實空中可以投射 強大得多 又快得多 更不要說太空武器 所以今天的強國 第一 它投射能力比較強 第二 權力工具更加多元 除了剛才講說武器 軍隊之外 我現在可以用經濟 可以用金融 然後更簡單就是我可以用網路 所以今天的這強國 它做這些事情跟過去遠遠不同 其實我覺得核心觀念在哪裡 就是其實剛剛你說的價值觀的問題 我們觀察國際局勢 我們要選邊站 我們選什麼呢 不完全是選血緣 也不完全選民族主義 我們選價值觀 如果這個國家血緣民族相同 價值觀相同 我們當然非常樂意選它 但如果這個國家 然後這個民族 雖然跟我血緣相同 但價值觀不同的時候 很多人在這邊就錯亂了 這個東西我們對話來說 但是現在我認為說 是 美國看起來像是一個帝國主義 但是講得準確一點 與其說美國是帝國主義 不如說美國是世界警察 可能來得更準確一點 是 這個當然也是美國 他自己強調自己所扮演的這些角色 但當然每次跟明老師在談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也一方面受益非常多 某種程度我記得我們過往也談到說 至少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是說 他內部還是有民主機制 簡單地講 他有選舉 他可以批判 比方說川普 即便也許有人罵他 現在恣意妄為 但是難道他內部沒有制衡的力量 單說川普的推特有時候都會被封鎖 是 是 就一樣 所以我說這個大概我們提到的 就是制衡的相對應的力道 當然有人會說你管太多 但某種程度至少他內部 還是有他制衡的機制 我們在問的就是中共 你內部的制衡機制是什麼 沒有 就是沒有 這就是我們所擔憂 這就是有可怕的地方 對 這可怕的地方在這裡 我覺得我們在談論這事情持平來談 當然有人我覺得接著在問的是很謀慮啦 他們請教老師的這些問題就是說 會不會其實美國 因為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大選的緣故或幹嘛 他們故意這個誘使這個台海 反而想要升勢端 讓川普在這個目前防疫不利的狀況之下 可以藉由一個國際的一個大事件 來提升他的一個威望 所以搞不好是美國 故意要讓這個中共來打台灣 然後美國再來出手 這時候哇 又可以這個立下一筆 這個了不起 向這個世界各民主國家來邀功 甚至讓他順利連任 老師有這麼謀略嗎 第一 我覺得講這話的想像力太豐富 然後第二就是對國際政治了解不夠 怎麼說呢 第一 從美國角度完全不可能 為什麼呢 第一 美國沒有準備跟中共打熱戰 因為美國曉得跟中共這國家一旦打熱戰的話 即便雙方是互相開槍而已 最後一不小心惡性螺旋上升 會變成核子大戰 我們講過就是1945年 人類發明原子彈 1949年人類發明核子彈之後呢 我們到現在為止半個多世紀過去了 事實上70多年過去了 我們沒有看見兩個核子大國 真正這個軍事對抗過 我們看過有對抗 但沒有看過軍事對抗 我們現在不是講冷戰嗎 冷戰就是這意思 從1945年到現在75年當中 我們真正看到兩個永和國家 真正兵力相對的只有1999年印度跟巴基斯坦 印度跟巴基斯坦在一個山頭爆發衝突 然後最後越來越激烈 雙方就互相用核子武器威脅對方 嚇到美國立刻派國務卿過來說 你們兩個給我停手 否則不然我們大家都捲進去 那人類就滅亡了 美國從1957年到1958年 已經認識到核子戰爭 原子戰爭的可怕 所以美國不敢做這個事情 這第一個 第二 蘇聯在1958年的時候 認識到核戰的可怕 1958年到1962年之間 認識到核戰的可怕 所以蘇聯不敢做這件事情 除非中共喪心病狂到說我不怕 我就敢打核子戰爭 否則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會爆發 所以我不認為美國首先 會挑解這件事情 如果美國會挑... 大家說美國到處打人家 各位仔細看一下 美國打了這麼多國家 哪一個國家有原子彈 哪一個國家有 我講的最簡單的例子 川普2017年上台 開始又跟北韓競爭跟罵戰 罵了半天 大家都說 台灣打起來沒辦法打北韓 我打包配 我說絕對不會打 他們說怎麼不會 他雙方都罵成那樣子 他罵他像這樣 他罵他像這樣 我說不會打 他說為什麼 我說因為北韓有原子彈 有核子彈了 即便他不一定丟得出來 但他只要 他不要丟 他只要丟南韓就好了 你就累死了 或者講南天還丟中國大陸 那個中午呢 一樣麻煩 認為也就是說 大家都怕這東西這個上升 美國尤其害怕 所以美國連北韓都不敢打 美國怎麼會去打中共 美國怎麼會挑起這個 冒起的危險說 我讓你要打台灣 然後我再來打你 我再來去選舉 那是匪夷所思 你說美國難倒不想對付中共 想用什麼策略 和平也沒有策略嘛 這就是我們講的嘛 其實我在別的場合講過 我說川普走到現在 大概對中共打的是五戰 貿易戰 科技戰 經濟戰 金融戰 跟意識形態或價值觀的戰爭 從美國看起來它必須瓦解中共 反過來說中共難道不想瓦解美國 一樣想啊 是 所以雙方是手段的問題而已 美國的邏輯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大概也是這樣想的 我們認為唯有中共瓦解了 中共從這個中國土地上消失了 中國才會真正進步 他說你怎麼這樣說呢 中共不是把中國搞得很強大嗎 我反問一句 納粹當年強大不強大 納粹幾乎把整個歐洲打下來 今天大家有人會回頭講 尤其是真正有頭腦的德國人 會講說納粹使得德國強大 使得德國進步嗎 真正德國進步是納粹瓦解以後 然後再講到二戰的時候的日本 日本當時達到什麼地步 佔領了大概三分之一個中國 亞洲佔領一大塊 建立一個大東亞共融圈 南邊到達這個澳洲的北部 然後東邊幾乎推到關島 然後西邊到達中南半島 這麼大一個國家 今天有頭腦的日本人會說 日本軍閥當年使我們強大 使我們進步嗎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軍閥瓦解 日本才會進步 同樣的在東歐1989到1991 一眨眼之間 這一堆共產政權瓦解了 很多東歐政權或東歐國家 是共產政權瓦解之後才進步的 好 然後現在大家問的問題是 那什麼叫進步 對不對 好 進步一般來說我們有三個指標 一個是經濟指標 經濟指標第一個就是 工業化基本完成 第二就是建立市場經濟 第三呢 尊重私有產權 這是經濟進步的指標 社會進步指標說穿了只有一個 多元化 尊重宗教 族群 語言 區域 人種跟團體的這個平等 這叫多元化 社會 第三呢 政治指標 建立一個議會民主 簡單說可以有一個 真正代表民意的議會 第二就是最高 這個國家的最高的行政的 跟立法的首長 都經過選舉產生 是 不管是直接選舉還是間接選舉 你只要定期去選舉那就行了 所以在經濟 社會 政治三個方面 我們都有指標來評量 什麼叫進步 今天這樣回頭來看 大家覺得說 中共真的使得中國進步了嗎 沒有嘛 差得太遠了 是啊 這個當然也值得 我們做一些反思 民眾必須要去覺醒這些事情 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經濟的堂一 可能會讓許多中國的朋友 覺得很好啊 我只要不觸碰到某個紅線 我過得非常好啊 甚至剛剛講的還開玩笑說 你看 我還覺得你們更落後 我們有那麼好的 哇 磁浮列車耶 台灣都還沒有 他們都可以拿這些東西來縮嘴 但真的是如此嗎 真的夠嗎 另外也有人在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也提到說 這個蔡英文你應該見好就收 你也要適度的給這個中共一點下台階 否則這個於始往迫 這個兩岸之間的部分 中國跟台灣的部分 該不該做某些 台灣也要遞出一些橄欖子啊 你也必須要做一些更為友善 否則這個不利兩邊的發展 老師 你怎麼看這個部分呢 應該這樣說 我不特別評論蔡總統 我只想說就是大家要想清楚 今天的美中台三面關係 關鍵不在台灣 關鍵在美中雙方 那麼美國是慢慢認識的 美國經過這麼十幾二十年之後 突然醒悟到說 我過去利用這很長時間 把中共拉進了國際社會 再拉進了世貿組織 結果就像我前面講的 我用了十幾二十年時間 從經濟 社會 科技 軍事各方面 幾乎重建了中國 今天他反過頭來 他想要超越我們 我倒不反對正常的超越 問題是他的價值觀是錯誤的嘛 他的意識形態下專門並沒有改變 而且他用不公平的手法 那上次我們不是講說以議謀罷嗎 所以當川普認識到之後 他才發現說 我必須改變這個過去錯誤的政策 所以在2018年到2019年 他明確講說我們要修改對華政策 那麼講是講了 那麼做他開始慢慢做 當然還沒有很全面 即便我們說現在雙方 好像對話很激烈 中共看見之後 中共並沒有改變 他繼續推動他的 以議謀罷的政策 結果真正讓大家驚醒的 一方面是這個疫情的發展 二方面是香港問題的變化 當香港跟國際疫情變得這麼嚴重的時候 大家才說我們要開始來對抗中共 免得中共如果一旦得逞的話 那我們人類的價值觀 要倒退不了多少年 好 所以當大家開始要準備 我們要聯手要開始壓迫中共的時候 中共現在想轉移視線了 所以現在挑起他還緊張 所以比較具體來說 就你剛剛前面講的 美國部長訪台了 美國對台灣軍售了 他為了抗議他把這件事情挑起來 所以我再說一次 責任不在台灣 責任不在台灣 責任真正在中共 在這個時候如果台灣示弱的話 在美中對抗之間你非常危險的 而在美中對抗當中 我一直講我說台灣必須選邊 要靠價值觀選邊 而不是被虛假的 民族主義欺騙去選邊 我們如果不選邊或選錯的話 台灣反而危險 所以說白了 你剛剛講說魚死網破 這話很有道理 但是導致魚死網破的不是台灣 導致魚死網破的恰恰好就是 在價值觀違背人類世界潮流的中共 然後在戰略上希望把這價值觀 推廣到全球的中共 然後希望在各地方製造問題的中共 大家得看見問題的核心在哪裡 這個我覺得才是 到底會不會魚死網破 或誰會魚死網破的最核心的問題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就像老師所說的 在事端上面的挑擊 我覺得所有的這些起因的部分 中共還是必須要負比較大的一些責任 今天很謝謝明居正老師 哪裡 針對有關 大家一直在反問這問題 我想這問題永遠會在 因為所有的狀況一直在做一些改變 大家都會談到這個台海的大戰 到底會不會產生 怎麼樣避免這些 台海產生這些事端的部分 該怎麼去走 但你怎麼樣再避免這些事端 又不能失掉你自己 我覺得這個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這個我們就持續來關注這一題 再次感謝老師